小朋友在操場跑道上玩球 你丟我撿玩得不亦樂乎 不過因為日前發生 馬國女大生命案 宜蘭前陣子 也有女學生遇怪難襲擊 因此縣府決定購買 三萬多個防身警報器 配發給國中小學生 掛在書包 只要拉開警報器 就會發出巨大聲響 這就是翅膀造型的防身警報器 拿在手上十分小巧 只要拉開插銷 就會發出巨大聲響 每位學生可以掛在書包上防身 就要提醒同學 遇到危急情況時 要大聲喊馬上拉迅速跑 如果這個警報器 碰到壞人的時候就可以拉 就比較有保障一點 因為像我自己是走路回家 有時候天色比較暗的時候 如果有壞人的時候 可以使用這個警報器 宜蘭縣表示 對校園學童的安全 有了這個防身警報器 家長也安心許多 小孩子如果發出巨大聲響 他可以直接馬上 可以馬上說 我才可以有人發現說 我這裡有發生什麼事 比較大的孩子 他比較有機會單獨上下學 我們要針對的是這種 可能有單獨上下學 那個機率的孩子 宜蘭縣府24日宣布 將會編列500多萬的預算 購買3萬多個防身警報器 配發給縣內的國中小學生 提升學童上下學 自我防衛的機制 記者林醫生 妙夢傑 宜蘭採訪報導 蔡政府 關中天 言論自由已死 新聞自由已死 請立刻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